歡迎收看 無線七點半一小時新聞 我是彭劍華, 今晚的主要新聞有 港鐵東沖東沉第一期項目 沒有收到標書而流標 內地上月出現通縮 食品價格下跌 其中豬肉價格下跌三成 但本港豬肉的零售價不跌繁盛 中美元首據報下星期三 在三藩市會面 報導說雙方將會宣布 重啟軍事溝通渠道 長新內容 再有發展項目流標 今次同樣是東沖東新發展區 還要是鐵路站旁邊的物業項目 港鐵一份標書都收不到 相隔一個星期 再有東沖發展項目流標 港鐵將會興建的東沖東站 在新站隔離的第一期物業發展項目 可以提供1,200個單位 和大約8萬7千平方尺的商場樓面 但最後港鐵沒有收到任何發展商的標書 項目流標 做了地鐵的要求 commercial那些規矩 起完之後交給他 那個要求計算那條數出來 都超過2千元 地價 計算息口 計算建築費 那條數怎麼計算呢 成本計算數 可能真的做到好好的 都可以玩一下 那就不下降了 現在的市不是很頑皮的 可以找的 但若果是一直來 怎麼知道那個環境是怎樣 月初另一幅政府土地 位於同區的私人住宅地106B區 四間發展商入標 但出價都未達到政府的底價二樓標 而鐵路物業項目一份標書都收不到 可以數到10年前 添上為輕鐵天榮站項目 有測量師就認為 即使鐵路盆有一定吸引力 但新站仍然要時間升至落城 發展商都持觀望態度 同一個區裏面也有同一個問題 就是它一來同一個地點 交通比較遠一點 第二就是它都在來很多供應 第三就是它都是比較開放一點的階段 所以都可以聯想到 有些原因是會不會都是同一樣的問題 而重複了三次 現在都做得選擇 不用在那個比較市況 比較低迷一些 或者是利息成本高的情況之下 去進去住 可能還有其他區的項目 可能可以好些選擇的 連同年初流標的 港鐵小河灣站第一期項目 大嶼山北岸新發展區 一共有三個流標項目 連初石柱環角度私人住宅地皮 港人守字盤用地全灣油金頭 還有市建局項目 觀塘市中心第四五期 早前都是同樣流標 我覺得當然大家保守審慎 應該正路很明顯是 因為始終發展商賣樓就賣得慢 他拿著的貨都多 現在我想出貨多於想入貨 他又說如果項目規模比較大 涉及過百億的投資 風險相對高 發展商考慮之後也未必會參與 無線電視記者吳家軒輝道 昨日在荃灣拆卸村屋 被嵌牆壓傷的南工人 延至今早早不治 是三個月以來 第二宗村屋清拆致命事故 有職安建專家就指 法例沒有規定清拆村屋 叫有工程師等監場 認為當局要考慮收緊規則 中葵沖村這間村屋 星期三早拆卸的時候 地台懷疑傾側 三塊跌下來的石屎 壓倒62歲南工人的下肢 拐分為宋苑 延至焦灶不治 屋宇署說 涉事村屋屬於新界豁免管制屋宇 不受建築物條例 部分條文和附屬規例規管 拆卸工程 無需事先獲處方批准和同意 元朗田寮村三個月前 亦都發生同類事故 一個40歲工人清拆村屋的時候 被嵌下來的牆壓死 有政案件專家說 法例沒有定名村屋拆卸現場 要有結構工程師或者監工在場監督 就算他在這裡逃得久也好 每一次拆卸 他們都會面對不同的風險 在下面必須要有一個架去承托 一步一步地拆 就無法跨步 所以在現場的人 他亦都需要找一個合資格人士 去檢測住 確保現場在拆卸的過程裡 就真的跟著這個程序 修訂的政案件條例4月底生效 大幅提高為例罰款 至最多1000萬和監禁兩年 工業傷亡權益會說 實施至今至少有30多宗 工作期間意外死亡的個案 趨勢與修例前相約 當中涉及建造業的最多 凝罰阻嚇力是否不夠呢 如果說修例沒有作用的話 我又覺得言之上早的 始終暫時沒有一宗的判法 大家在風險評估上做得不夠 可能我們忽視了一些危機 或者抱著一些僥倖的心態 去從事我們的工作 專業人士 監管角色的人 又有沒有在安全的角度出發 還是從一個營運 或者是效率的角度出發 只要其中我們有一部份 沒有做好自己的責任 輕視了 其實都會導致意外發生 他認為無論固主定的工友 都應該提高安全意識 無線電視記者曾報道 內地上月食品價格下跌 其中豬肉價格更加下跌三成 但本港豬肉的零售價不跌反升 有業界反映 是運輸及人工成本上漲所致 有立法會議員建議 政府輸入更多勞工 減低商家成本 上個月內地食品價格下跌 豬肉 雞蛋 蔬菜等等都錄得跌幅 本港有九成新鮮肉類 同六成雞蛋都是來自內地 內地什麼加下跌 本港有沒有受惠呢 沒什麼便宜 差不多 反而海產便宜了一點 蝦便宜了 特賣價下跌 但零售價不跌反升 九月按月上升1.5% 有業界反映受運輸成本 例如油價 人工和供應情況影響 現在由深圳運40隻豬去到上水 要1200元人民幣 比疫情前還要貴大約三成 因為所有的營運費用 要通過多重的檢營 才能夠來香港 所以我們的營運費用 跟國內的差距很大 但是都是在國內每日的公港的數量 是不能夠滿足香港日常的 正常的銷量 這是主要的一項 其他食品零售情況都差不多 牛肉九月升0.9個百分點 新鮮蔬菜升8個百分點 雞蛋也升0.3個百分點 有立法會議員建議 政府輸入更多勞工降低商家成本 蔬菜肉類才有減價空間 很多工種沒有人做 但實質上一些相對沒有那麼主流的行業 例如我們晚上送菜 或者剛才我所說的豬車 甚至找不到斬豬肉的人 在這一部分裡面的供應比較少的話 其實它的人工也都會幾何級數上升 政府可以留意一下勞工的供應方面 釋放多些本地 或者輸入那麼多合適 沒有香港人做的一些勞工 來到香港能夠補充這方面 在某個程度上能夠平衡那個差價 他認為長遠也都要引入行業競爭 尤其是豬肉供應商 價格才有機會下調 無線電視機就是鄧傑認不得 中美元首據報下星期三在三藩市會面 美國傳媒報道 雙方預計將會宣布重啟軍事溝通渠道 另外國家民航局公佈 中美定期直飛航班增至每星期七十八 國家主席習近平據報下星期 趁亞太經合組織峰會 在美國三藩市舉行期間 與美國總統拜登會面 外界率先關注會議對中美關係的具體影響 不止一個美國傳媒引述消息說 中美因為去年八月 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 而中斷的軍事溝通渠道 有望借今次會面的契機重啟 具體涉及的包括兩國的國防部工作會議 以及海上軍事安全初商機制 機制的協議在1998年簽訂 旨在交流及管控海洋安全方面的分歧及風險 是中美雙方在海上軍事安全的主要溝通渠道 中美近年在南海時有衝突 有美國智庫說 恢復軍事對話是美國國防部的關鍵優先事項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報道就說 中方將會尋求美方承諾不會插手台灣議題 中方早前多次強調 台灣是中方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不過中方至今對習拜會仍然未有任何公佈 是否城市仍然存在變數 但分析認為國務院副總理 中美經貿中方牽頭人何立峰 應美國裁長耶倫的邀請訪問美國 是為中美元首會面鋪露 何立峰和耶倫會在當地時間星期四會面 專家早前說 即使中美元首會沒有實際成果 雙方可能釋出關係改善的信號 例如增加商務航班的數目 楊氏就報道國家民航局即日起 再次增加中美定期直飛航班的班設 2023、2024的東春航季 有望從每個星期的48班增加至70班 雙方航空公司各營運35班 無線電視記者楊潔爾報道 香港中美論壇一年兩日在香港舉行 中國駐美大使謝峰說 中美當務之急是為實現兩國元首在三藩市會晤共同努力 美國駐華大使白欣詩就說 美國不會尋求和中國脫勾 但不能忽視分歧 今屆香港中美論壇以中美關係變局與進展為主題 中國駐美大使謝峰以視像方式致詞 說過去幾年中美關係陷入建交以來最低谷 在兩國元首大領下關係有止跌企穩跡象 開展了一系列高層交往和對話機制 而當務之急是雙方為實現兩國元首在三藩市會晤共同努力 為了進展為三藩市會晤共同努力 是重要的回到三藩市會晤共同努力 美國不斷改變了中國的系統 不斷改變了新冬鬥 不斷改變台灣的不斷改變 不斷改變兩國或一國或一國或一台灣 不斷改變了中國的改變 或斷改變中國的經濟發展 一個好主持人必須避免發生任何新的問題或困難 當世界從疫情逃避 中國和美國的關係也必須要離開 美國駐華大使白欣斯亦都說 兩國溝通較半年前好 形容在進步 中美關係穩定對兩國和全球至關重要 不會尋求和中國脫勾 但亦都不能忽視分歧 這會是嚴重的 這會是嚴重的 這會是抗爭的 我們的意義 中國我們相信 中國必須要開放 它的市場更加進步 和提供的局面 對美國的商業 我們也不會抗爭 我們也不會抗爭 我們不斷改變 我們的價值 包括 自由的探索 和國際法律的法律 我們會看到 台灣的平衡 和平衡的平衡 和平衡的解決 我們會有深深的 和尊重的 承諾的 人權和自由 這些目標 並非要共和尊重的 論壇由中美交流基金會 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舉辦 中美交流基金會 是由全國政協前副主席董建華 在2008年牽頭創立 目的是推動中美兩國人民之間 建設性對話和多元交流平台 無線電視記者 林俊謙不道 稍後回來會報讀 科文主身訂長系統 Smart Play啟用 不過早上因為流量大幅招出上限 系統未能應付 以軍華哈馬斯 已經失去加沙北部控制權 衝突至今過萬人死 聯合國批評 尼巴雙方都犯下戰爭罪 回來新聞時間 科文主新智能康體服務 預定系統啟用 不過早上一度未能夠經濟方便 即時啟動上戶 科文主說 系統早上六得大約二十萬流量 即是超出上限近二十倍 導致系統未能夠應付 新系統Smart Play康體通 可以容許一萬人同時登入預定 可以查閱各項康體遮施的預約情況 亦都能夠查閱已經取消的預約斷節再預約 新系統亦都提供以先到先得的方式 接受康體活動報名 科文署早前提醒 必須登記和完成應證 才可以登入新系統 原有National Link的用戶 亦都要重新登記 不過我們早上十點多 嘗試經字方便開帳戶 但期間頁面顯示 系統將於早上七點啟用 未能夠進一步登記 在立法會會議上 有議員亦都反映多個界別 遇到同樣的情況 基本上用SmartPay 就要connect到你的自然方面 那個自方便 但在整個認證的過程裏面 是不斷地彈出來 這個問題不是單止發生在我自己身上 發生在很多家長的身上 發生在很多教練的身上 今早是全早上 是沒有人登入到這個系統的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確認 在行常監察亦都發現有關的情況 之後系統在中午回復正常 科文署說 由於啟用初期用戶流量大增 又平時一般幾千 增加至早上大約20萬 加上部分人登入之後 需要適應新系統 而增加瀏覽時間 導致登入和等候時間都延長 出現錯誤信息等的問題 科文署說系統運作大致正常之後 已經有過萬人成功訂長 如果用不到字方便 就要填寫個人資料 並且是上載身份證相片申請 再經電郵接收通知 但要等最多10天 又或者是親身到大約240個 康樂場地設立的 智能自助服務站處理 無線電視記者 吳家軒不露 中文大學一年三日 舉行畢業禮 下方貼出畢業禮管理規則 包括嚴禁攜帶未經批准的標語等等 但有學生舉起黑色紙板 被帶來會場 中大上午在百萬大道 舉行頒授學士學位典禮 中大校長段崇智因病缺席 由常務副校長陳金良代為致詞 今日你們正式獲得中大學位 代表對中華文化的尊重 創造對創造美好世界的抱負 我希望你們好好利用 這一把 可以打通內地和世界之間的門的鎖匙 接通全球 履行社會責任 創造更好的世界 下方在多處張貼畢業禮管理規則 要求確保典禮在不受干擾和阻言下進行 嚴禁攜帶、張貼或派發 未經校方批准的傳單或標語 不過兩個學生在典禮結束之後 手持黑色紙板 邀請同學發表意見 下方到場將兩個人帶來現場 中大表示有關行為對出席人士構成滋擾 違反畢業典禮管理規則 有關學生經勸喻之後已經終止行動 這屆畢業生大部份在2019年社會運動期間入學 中大一度被稱為步大 完成四年學業 有學生形容是伏償 最初好像有點嬉嬉 到現在可能都是有少少 現在畢業 而且都開始伏償 慢慢有大部份的東西都會被人放鬆了 我們現在這屆2023年畢業生 仍然有很多說話想說 但未夠膽說 已經不能夠說出來 舉個標語出來已經是這樣 校長在畢業禮之前曾經向學生發信 提醒必須遵守學生守則 中大8月曾經更新本科生入學守則 加入榮譽準則和學生行為守則 包括要求學生要成為守法公民 守則亦強調所有入讀中大的學生 必須確認樂意遵守守則 並且受到他的約束 否則會按照現行的政策和程序處理 無線電視機仔劉惠爾報道 以巴在加沙的激烈衝突 至今造成過萬人死亡 以巴說 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 已經失去加沙北部控制權 聯合國批評 以巴雙方都犯下戰爭罪 加沙最大醫院 希法醫院一帶 星期四傳出爆炸聲 民眾慌忙手臂 有住在加沙市中心的巴勒斯坦人 聽到和看到 乙軍從多個方向發動攻擊 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 早一日就發放 和乙軍在加沙街頭巷戰的片段 槍炮聲不絕 乙軍說經過連日的地面行動 哈馬斯已經失去加沙北部的控制權 並且展示從哈馬斯檢獲的大批武器 說已經摧毀多個哈馬斯的軍事目標 隨著戰方持續激烈 乙軍說星期三再有五萬個加沙北部的民眾 利用乙軍批准的四個小時撤離時間 扶老葵又向南遷移 這個女人說加沙北部已經淪為死城 他們家裡有殘疾人士 原本要到學校躲避 但學校已經不安全 而且沒有水沒有糧食 乙軍連麵包店都轟炸 他們唯有離開 但又在希法醫院逃避戰火的人說 雖然醫院環境惡劣 但他們無處可逃 所以沒有計劃撤離 醫院外圍見到有不少帳篷 外電報道卡塔爾正在努力滑船 尋求哈馬斯釋放部分人質 換取短暫停火 英國廣報公司報道 涉及的人質數目可能有12個 一半是美國人 換取三日人到停火 不過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說 是不實的傳言 強調哈馬斯一定要釋放 所有以色列人質才會停火 巴西警方粉碎試圖襲擊 當地猶太社區的計劃 拘捕了兩個人 以色列說 事件與伊朗資助的 黎巴嫩真主黨有關 巴西警方說被捕的兩個人 涉及在聖保羅的恐怖主義罪行 其中一個人 由黎巴嫩飛抵聖保羅的時候 在機場被捕 除了聖保羅 警方亦都在 米納斯吉拉斯州 和巴西尼亞展開搜查 英國廣播公司報道 與巴西猶太社區 有聯繫的猶太教堂 和建築物 以及以色列駐巴西尼亞大使館 都是襲擊的目標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說 以色列情報機關 摩薩德有份參與今次調查行動 表明幕後黑手 是黎巴嫩真主黨 襲擊陰謀 和近期對哈馬斯的戰爭有關 緬甸北部爭取自治的 少數民族武裝團體 和軍政府部隊的衝突持續 軍政府領袖敏昂內話 國家面臨分裂危機 和緬甸軍政府對抗的武裝組織 人民防衛軍 星期一在他佔領的緬甸北部 實階省高林鎮 舉行升旗儀式 美聯社報道 人民防衛軍在在緬甸軍方 2021年推翻民選政府掌權之後 在國內各地興起 並同在邊境地區 爭取自治的 少數民族武裝組織結盟 報道引述當地居民說 組織成員在和軍政府部隊 爆發四天衝突期間 在當地星期日晚和星期一早早 先後奪取高林鎮的警局 和行政辦公室 之後佔領整個鎮 高林鎮位於緬甸首都內比都以北 大約450公里 是高林區的首府 反對派民族團結政府說 這個是自軍方2021年奪權以來 第一個被反政府武裝組織佔領的 行政地區首府 軍政府領袖敏昂內 星期四在國防和安全委員會會議上指出 如果當局無法有效應對近日 在邊境地區爆發的衝突 國家將會被分裂 所以必須小心處理這個問題 又說民眾需要支持軍政府 緬北衝突也波及中國邊境地區 據報緬軍上星期六 發射一枚炮彈落在中國邊界 一個中國公民死亡 外交部和中國駐緬甸司令館 提醒中國公民暫時不要前往緬北地區 而已經在當地衝突激烈地帶的 中國公民應該盡快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 轉移到安全地帶或者回國 有提醒堅持駐留當地的中國公民 避免非必要外出 做好安全防範 武漢烈士記者在梁永山報道 轉題會有時事中國 歡迎收看時事中國 內地計七月之後再度陷入通宿 華家統計局說 據民消費價格指數回落 和農產品供應充足 以及接候消費回落有關 預計物價會穩步回升 華家統計局公布 10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按年下跌0.2% 是相隔兩個月之後再度陷入通宿 價格下跌主要是因為食品價格降幅擴大 下跌4% 較9月份擴大0.8個百分點 當中豬肉價格下跌大約三成 跌幅擴大8.1個百分點 如果扣除食品和能源價格 核心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升百分之0.6% 10月有中秋國慶長鑑 屬於消費旺季 但是為什麼居民消費價格不升反跌呢 國家統計局解釋 受天氣情好 農產品供應充足 節日之後消費需求回落等因素影響 導致消費價格指數有所回落 漸漸後期 隨著各項穩增長政策 效果持續顯現 國內經濟向好 居民消費需求 企業生產投資需求 將繼續回升 加上高基礎效應逐步減少 預計物價總水平 將延續平穩回升的運行態勢 由內地經濟學者認為 即將來到的雙11個物質 有助刺激消費 通過低價來促銷 提供消費增速是一個不錯的策略 各大電商平台無權差漲 在雙11前後消費有望出現一定的回升 也有專家說物價長期負增長 短期好像對消費者有利 但長遠會減低擴大生產的積極性 令民眾消費時更加謹慎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會見訪經的 香港總商會代表團 夏寶龍在釣魚台國賓館 會見總商會主席 袁蘇少美率領的訪經團 肯定他們為國家改革開放 香港經濟發展積極貢獻 勉勵他們繼續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風箏 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 和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 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宏州近日舉行 粵港澳大灣區全球招商大會 達成的投資貿易金額 超過2萬億元人民幣 大會由粵港澳三地政府聯合舉辦 有來自美、英、法等幾十個國家和地區 世界五百強企業等代表參加 達成800多個投資貿易項目 涵蓋新一代電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 人工智能等高水平領域 縱金額大約是2萬2千億元 大會說今次達成的投資貿易項目當中 將會有助粵港澳大灣區 加快構建現代產業體系 實現高質量發展 為了方便更多的企業樂戶 河套醫站通將會推出一對一的 港人、港企業服務專區 葉子華去深圳體國 美國輝瑞藥闖然發生官口服藥的時候 其中一位幕後工臣 是這間在河套的科技公司 用人工智能預測精型 即是預估藥物中分子晶體的潛在結構和穩定性 整個計算過程由6個月縮短至6個星期 2014年在麻省理工創立的研發團隊 前年將公司總部搬到河套的國際生物醫藥產業園議期 我們看到河套在過去這幾年 它在生物醫藥、半導體、信息化、人工智能等各方面和領域 都吸引了大批高科技的創業公司 形成了一個非常好的產業生態 我們面向香港 面向全球業務拓展這樣的前沿陣地 是一個商務交流各方面的中心 在這裏有百多家人工智能工作站 可以以較少的人力處理藥物研發的多個步驟 例如測試藥物過夜後的反應 隨著更多企業落戶河套 當局兩年前開設的醫站通綜合服務中心 方便一次辦理多項跨境業務 今個月將會推出一對一港人港企服務專區 包括今個月下旬投入服務的自方便 透過對接廣東省身份認證平台 享用廣東省的政務服務 我們下一步將推出225項的 圍繞港人港企的衣食住行 還有生活工作等相關的環境需求 擁有大灣區執業資格的香港律師說 港人港企多關注稅務問題 他一定會希望了解更多這裏的優惠政策 根據他的情況 怎樣可以最好地落地拿到 和稅制和法律制度的分別 他又說有需要的港人和企業 可以在大灣區律師名錄上 找到可以諮詢的專業人士 武線理事記者葉子華在深圳報道 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二醫院昨天證實 一個實驗室有三個職員先後患癌 攝氏的實驗室在同日已經清拆 內地傳媒報道 攝氏的雨線外科實驗室已經拆除 醫院職員解釋 工程屬於例行的消防檢查 早前網上傳出 那個實驗室的團隊 懷疑受到實驗環境同事質影響 導致有多人患癌 醫院是星期三證實 三個員工今年之內先後患癌 弘州衛健委同一說 會組織第三方機構調查 中國科學技術協會說 希望通過這次的事件 令有關部門 盡快啟動清查實驗室 環境安全行動 內地近期多個演唱會的反應熱烈 由網上授票平台 就推出新的功能 被民眾在門票買完的情況之下 仍然可以預先買候補票 當有人退票就可以自動補償 內地在新冠疫情之後 接連舉行多場演唱會 不過經常一票難求 由歌迷出盡辦法 包括買黃牛票 甚至專程到香港或者澳門捧場 近日有內地網上售票平台 推出候補功能 就算當時顯示門票賣完 用戶仍然可以預先付款 到有人退票時 系統會優先為候補訂單分配門票 還挺好的 而針對黃牛黨現象 廣東省民旅部門早前已經說 正在與公安部合作 加強打擊 中國南方航空 因為系統故障 出現大批低價機票 南方航空的網頁 星期三晚顯示 多條由成都出發 去珠海、拉薩等國內航線 未連延游附加費 票價是10元到30元人民幣 並且可以成功出票 不少的網民決定買票 南航在星期四官網宣佈 早前官網出現低價機票 是由於系統故障 現在已經恢復正常 至於早前成功購買低價機票的遊客 不可以正常成行 但是機票不可以退改 這是《時事中國》 講到這裏 回來新聞時間 施政報告提出 在香港工作的外籍僱員 可以辦理一簽多行簽證 往返內地 英國商會說 措施便利商務旅遊是正確一步 中時期商會就說 已經收到查詢 有東南亞公司 有意來到香港開始辦公室 Tom Parker來自英國 是一間國際房地產顧問公司的 估值及顧問團隊總監 經常都會跟上司Wendy 一起去內地開會和視察 一些外資的房地產基金 或者一些客戶 其實他們都有興趣投資大陸 他們都需要我們一些 像Tom那樣的 在英國背景的 比較熟悉外資的基金 他們的需求 去看這些房產 然後給予一些信息和報告 但是Wendy就說要幫Tom辦理簽證 過往手續很複雜 我們都已經預料了三個星期的時間 但其實中旅上 去網上的預約 很多都敷了 所以我們就選了 羅湖口岸去做 羅湖口岸都搞了差不多兩小時 因為我們已經八點鐘到了 要拍照 拿醜 然後等它在處理 對於施政報告提出 香港註冊公司的外國人員 可以在香港向中國簽證 申請服務中心 申請兩年或以上的一簽多行簽證到內地 並且可以加快處理 有外國商會認為 是朝著正確方向邁進一步 我們將來自香港到北京去移動 我已經有超過登記簽證 我沒有必須做健康檢証 所以我認為 一步進去正方向 這就是將來自英國的行業 有中小企商會就說 政府提出計劃短短幾個星期 已經有東盟國家向他們查詢 東盟這幾年都是發展得比較好的 還有它需求的用品、產品 都是很大量的 所以他們經常都會透過 我們香港的查詢 或者他們在香港都會遲入一個 所謂小型的辦事處 他說不少跨國企業 本身在內地已經有辦事處 相信這次措施對外資中小企 吸引力更加大 無線DC記者梁思恆報道 藍田有巴士司機在車上暈倒 送遠之後證實不治 事後巴士車上留下一堆的急救物品 司機位也留下懷疑屬於車長的手套 下週近四點 一個腳巴司機 當時正準備駕駛16號線 從廣田村總站開去旺角 開車前在司機位暈倒 送去聯合醫院之後證實不治 據了解司機39歲 賈巴說車長一月入職 事發時後剛剛上班 上個休息日是上星期四和五 預定是明天放假 賈巴說他出勤 駕駛記錄良好 對事件非常難過 會為家屬提供適切協助 旅美大熊貓美香一家三口 啟程返回中國 華盛頓國家動物園舉行儀式送便 中國駐美大使館公司說 中國將會繼續 和包括美國在內的夥伴 在貧林物種保護 和研究展開合作 載著大熊貓美香 添添和他們三歲兒子小奇蹟的 特製旅行包商 星期三在工作人員 小心的護送之下運上貨車 除了他們一家 還有重大約100公斤的竹 飲用水和相關物資 來到宋別的中國駐美大使館公司 除學冤禍 自2000年美香和添添來到華盛頓國家動物園 中美雙方在大熊貓保護和研究方面 開展了密切和富有成果的合作 有力促進了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誼 車隊之後駛離動物園 前往華盛頓杜勒斯國際機場 動物園主管史密斯說 宋別美香一家是既艱難有欣喜的歷史時刻 美中大熊貓保護研究合作長達五十幾年 是世上針對單一物種保護 持續時間最長的合作 而經過這五十幾年的努力 大熊貓受威脅的程度由貧危降為異危 癡性的美香和紅性的添添 在美國23年期間 一共丹下四隻寶寶 其中三隻之前已經回國 2020年 美香以22歲高齡丹下小奇跡 成為全球第二年長的大熊貓高齡產婦 美香一家回國之後 美國只剩下亞特蘭大動物園 還有大熊貓 無線日式記者 核英蝦報道 看看今天的行程 恆生指數 今天收視日報 17511點 跌57點 總成交753億 歐洲故事 巴黎CAT指數升56點 德國DEX指數係升72點 あります Curaya